早上 大家好 其實我不能再叫董心 我要叫什麼 總將官 大家早上 大家好 為什麼要叫總將官 因為你高級班畢業以後 你不是做台灣民政的將軍 就是做台灣民政的官員 所以我應該請各位叫做總將官 大家早上 早上 我才跟 在做專訓的那些學員說 我們現主是登記有案的 差不多是三千六百多人 什麼叫登記有案 就是上過初級班 高級班 法理典招 職務典招 和職權訓練 上過這五官的人 能接受每一種 職務的專門訓練 這隻的人 現主是在電腦上面 有三千 三千六百多人 差不多三千七百人 距離我們的目標 有三千七百多人 如果三千七百多人 我告訴各位 很快的時間都會補起來 我們最近一次的職權訓練 你聽清楚 會定於五月八號 這個五月八號 主要是說 所有的 你在五月八號 你之前訓練 法理典招 和這個 法理典招 職權訓練 和主委選擇 在五月八號那一次 可以把它全部把它補齊 你之後 你就是變成台灣民眾的正式的行為 你經過高級版庇約 每一個人 聽清楚 每一個人 要去買一首 黑色的世宗 那是我們的座 阿拜做政府官員 要請世宗 誰要請世宗 你看看更進步的國家 尤其是日本 尤其是日本 我們的母國 大部分的人 都是穿世宗 我們的 東深去到外面 這個看 都是穿世宗 這個長 東森新聞 又補一個消息 說 台灣民進會 紅色的車牌 為什麼這個新聞 進步呢 因為 上禮拜 年代新聞 對這個紅色的車牌 已經補一次了 但是他們覺得 效果不好 什麼效果不好 就是說 要將台灣民主 打壓的效果 很不好 昨天的中心新聞 兩個記者來 現在 跟我們 台北九 的發言人 講話的時候 他將 錄音機 先搶在落地 跟他說話的時候 我們的發言人 就跟他說 這稍後再補 跟他說 我們的動心跟他說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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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們台灣民進會 有身分證 拿給我看 他說 他說身分證 我們的動心 發言人 他說身分證 已經在全世界 都可以通用 記者說 我們都知道 他說 你不要跟他 採訪這個嗎 我們的動心 態度很好 所以跟那個記者說 那個記者 聽聽他 記者說 我跟你坦白說 你態度這麼好 其實是我們上面的長官 叫我來幫你害 在落地 拿一支 錄音機 在我們的通訊面前 關掉 通訊跟他說 不然你給我採訪什麼 他說 要給你採訪恥白 用車牌好了 你不想問車牌 我也不能跟你說 車牌是這樣 車牌就要先去搬 夾夾 人才有自賣 4千塊而已 原生的 價位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 幫忙台灣民進府 這個車牌 如果我們執政 我們如果執政的時候 這個車牌可以使用十年 免得一切费用 但是仅仅在四千里 就是因为我们四千里受分的 我们继续安排一个人可以买一部车 但是因为现在 美国的保险公司 美国的中华民国没法导入 有自己要求 他就没法自己准 所以没法准的时候 一段我们就规定说 美国跟我们说 中央跟我们所有的同心说 你如果要割那个黄色的车牌 你要和白色的车牌 两个给你刮出来 我给你保险绝对没办法 不去找你 把你开盘不散 但是我们的同心他没说 主将最可义 知道这些法律 那些心都会背出来 他说 不会 你中央跟民国是假的啊 我怎么又听你的 我怎么又去交水金 我那白白白白白掉了 我只要刮黄色的车牌 说过两次也是这样 你看看外面也很多都要刮黄色的车牌 我都会保险嘛 所以跟你说 这段时间 你就是黄色白白白做的 绝对没来着 那就一定要给你 只要给你刮这个黄色的黄色 我们要说一句天亮话 来 这么久以来 我们的同心在里面也 方文的时候也跟你说 装黄白白到今天为止 没人接到任何一顿黄色 很好笑 来 让你先看 这张 这张 这张的 这张的 这张鸭屏 烧的啦 刚刚出来的 昨天 现在可能还在補 来 放给大家看 来 远景来会盘查进口休旅车 因为这台车的车牌 和一般民众领用的 很不一样 所以说可以讲 有了中华民众的驾照 中华民众的三分车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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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在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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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底白姿的车牌上 有USMG字样 表示隶属于台湾民政府 远景要求车主 出示身份证件 没想到也与众不同 这让警方相当头大 耗了老半天 最后不了了之 不过这个结果 似乎早就在车主的预料之内 车牌 没有把手 车子 没有掉手 有人 没有被扣押 是真的 强调车牌和组织 经过认证 最后还竖起大拇指 还自己把影片PO网 引起网友乐意 有网友觉得很酷 询问要怎么取得这块车牌 但也有人 对这位车主的态度 不以为然 针对这个状况 组织的干部 也强调他们的立场 绝对站得住脚 因为在中外民国架构下 他们觉得说你就是非法车牌 但是我们的车牌完全是合法的 是USMG美国军事政府发行的 所以是完全合法 在官网上贴出美国军政府发布的证书 表示他们经过国际认证 因此不受台湾政府管辖 而且阻逆说这款车牌已经发出1000张 不过看在警方的眼里 违规就是违规 这类车牌因为都不是 监理站合法的 仍然得视同无牌车处理 不过组织为了避免一再遇到盘查 已经要求成员 同时挂上自家和政府各种的车牌 如果挂上这样的车牌 行驶在路上 如果发生车祸纠纷 只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东西文社会中心在台北报道 谢谢 谢谢 前礼拜是年代 啊这个记者 跟我们的同心说什么呢 他说我跟你说 我们顶管 我们老板 不知道收到什么命令 说要来给你们台湾民政府的信用 想办法让你们降低 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信用降低 因为2月28号我们高了嘛 2、3个月在这里要选择嘛 选择台湾 台湾人的 天晚上 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 来两个 很有意思呢 我请我们六位一大师 我跟他说 都不用怕 给你访问 正正式 你访问 跟他说 所以你不能想 你是否访 你访好 访购这些东西 你要我交给你回答 其实答案都在哪里 在台湾 新台湾论里面 什么问题 你在里面 如果找不到 我都会随着你 很清楚 所以 今天是高级班的 最后一天 如果今天结束以后 我们会颁发一张 高级班的结议证书 但是如果初级班还没报 这个证书不会给你 会扣下来 等到你初级班 办了以后 才会给你 我们现在看起来 差不多300元而已 等到 专讯的时候 5月8号 我告诉你 5月8号的专讯 我过去差不多300元就完了 所以 当然了 这不用勉強 你自己想清楚 你真的要拿 在台湾的佩生 要替人民服务 你才来加入台湾民族 但这个里面呢 我有一个很讨厌的东西 对我们来自警察 有些人不讨厌的 我如果叫你牙手你不会牙 有些人 他会说我不是说 险你讨厌 收费 还是没讨厌 我不是跟你险 因为你这是要去做官的 你做官 你如果日子都不满 很麻烦 所以你的日子 你会说中央的内阁 中央的参众议员 州的内阁 州的议员 郡的内阁 郡的议员 最低的层次就是郡的议员 一般 如果达的程度较低 我都说你参加郡的议员 说达的议员 人家手就好 这个人有通过吗 有 这样而已 但是呢 你议呈你还要给我看 政府的政策的报表 你还要给我看 不是说很高兴 说我妈妈想要去做官 我妈很大的 不是这样 你既然来时分 算你温期真好 你的祖先有时候好休 让你来上課 你得到位置 这就定义什么 中华民国的老婆同样 我们是变成什么 台湾民政务的老和钱 后次你不想 你听我告诉你 你这些人得到比较好的待遇 代表政策一年 绝对追悟的人会开始吐槽 你凭什么得到 比较好的待遇 你能跟他说 我是受台湾民政务的法力 我们叫做法理 台湾民政府 法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认同 这是我们的专业 这是我们的专业名 这个专业名是最近 我们才得到的 这是跟美国军事 这位台湾办公室 讨论他 这四千个有主角的可以说 你是台湾民政府法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毕业生 而且行不行啊 还行呢 你不一定得到的 你就要性格好 职情训练有三百次 但是很奇怪 有的很多 不理的科技都会过 那到底是怎么考虑 我也想不到 很厉害 很厉害 但是我要跟我们讲他讲 我看我们这里 有的人会觉得有我们的工师 在这里在讲话的时候 会觉得工师你自己刺激 我是在那里面的招呼 太帝的动心 他都不是真真真正正 要做台湾民主的 他只想要领那份薪水而已 要做那个官而已 你不够负荒劫 我先跟各位说清楚 你们如果决定以后 不准写黑函 到现在这种恶事又又有了 所以我最后我都会跟大家说 因为现在马上这些事情 开始要怎样 我说你的牌位 他说他的牌位 是怎样 他想说他如果撩下来 他就会露起来 这错误的观念 我告诉你 是日本人的作法 日本人跟台湾 跟这个中国人像不一样 中国人要怎样 把你叫 是我这个主管 我这个科 我如果说你是科研 这个科研 我一感觉 他想要他的牌位 向主管 向这个老闆 看这个人的政府会落下来 落下来看 会往往下 这是标准的 中国人的作法 但是我还可以跟你说 这种的作法 一般不会得逞 我们台湾人的作法 日本人的作法是怎样 这个老闆 我尽量给他帮忙 就是尽量 说他的好位 这个老闆 这个科研有够赞 很认真 上班都打拼 去批课文 都跟三个抹课 说这样 给他看他 他生气更高的位置 这样我才有机会 一个位置 你听有这个意思吗 你以前也不能去做 是黑函的那个人 如果我们民政府 我跟所有的干部说 黑函不要看 就要把它包起来就好了 甚至把它收掉 但是到现在为止 黑函满天飞了 这都不对了 台湾民政府这些工资 他们都很认真 我说一个比较简单 会计的SOP 标准作业程序 因为现在计会里面 有财务委员会 州里面有11个 郡里面有7个 这财务委员会 就是我们的参会 或是有6万 那些资 虽然还没有那些医生 但是这些财务委员会 应该都开始进行 财务委员会 都要外套 将财政的SOP做好 我们是一个革命环体 虽然没用刀没用穿 你不是来这里 我给你一支刀 给你一支穿 说冲啊 你去洗洗也好 我没这样做 台湾民政府没这样做 台湾民政府只有什么 拜托你搁那本菜 一切都搁就好 全世界有这么简单的东西 要用一个国家给它兵 你敢不敢赌过 那是全世界给我们台湾 有而已 这个派出这么对 那不是这样 我跟你说 中国民国 乔去以后 全世界的诺贝尔奖金 绝对给我们4000的公分 那你一千就财都回来了 那不是 你 没极命 你没用刀 你只躲在一家 你脱冷气 看看 这样而已 最多是打个电脑 这样而已 这样不简单吗 不 不 很简单 你敢不要看这种的革命 你们大家都很好玩 我们大家都好玩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 马上要滅亡 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国家 要完成 台湾民政府要起来 全世界的人 60亿的人口 有几个人 有这种的幸運 所以你要好好地 珍惜 你今天的所得 你今天的 待遇 所得到 这上天给你的恩典 对不对 感谢上帝 感谢神 对不对 要感谢你们都 点点 你们这些 没什么要感谢 我跟你说 我说的有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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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了 让中国人通常 通常 通常跟你都 偷偷偷偷偷偷 你不要说你偷偷偷偷偷 你待会去外面 我说你秘书 人敢开 你妈呢 说我偷偷偷偷 其实我说你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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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所有的獨牌也好 所有的通牌也好 大家都說什麼 正常化 洪其昌出的台灣 他說中華民國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畫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他也畫一個中華民國國際地位正常化 中華民國是不用國際地位正常化 回到金門媽就正常化了 但我們台灣會記得 我們跟中華民國是不一樣的 台灣最大的演變為一百九五年媽關條約 四月十七 簽了台灣的命運改變 五月七八 媽關條約生後 六月七二半以後 六月十七 那一天開始 台灣實施 日本的統治 日本的行政 開始在那裡統治 五月十五年 整個台灣這條島的人民 在日本軍隊的征服之下 這個土地才開始有租款 在2012年 在2015年 2022年 2月6號 華盛頓裁軍協定 19條 正是生命台灣平衡 兩塊土地是熟日本天空的 這是國際上的規定 兩日本人拿到台灣 以馬上發表 台灣和菲律賓的界線在那裡 台灣和中國的界線在那裡 台灣和中國的界線在那裡 日本人欺負台灣人 日本人侵略台灣人 其實你們要認真看 因為建政的關係 你不要跟他學長 他幫你打 幫你打 當然是應當的 國民黨不是這樣嗎 日禮拜不是這樣嗎 日禮拜是怎麼發生的 日禮拜就是台灣人 反對你國民黨的統治 在那個時候 日禮拜的時候 怎麼發生的 你知道嗎 台灣四百年來 從來沒有缺過糧食 這是一個四季如春 會很好的一個島嶼 每年生產的土地 都有夠我們吃 有夠我們贏 甚至還可以輸出 在那時候 每年所生產的感情的做糖 都可以消去日本 但是那時候 正在要結束的時候 那時候 這些牛室 因為 建政所以 都吻不出來 都放在白頭 建政結束的時候 國民黨一個人來看 目指很大力 哇 天啊 這麼好的好康 所以那個米 那個糖 他們都把他吻在哪裡 吻去中國 去幫忙他的內戰 吻去中國去賣錢 落在他的六地 所以台灣人 在疫苗 四七年以前 跌跌兩三年來的 台灣的米家 去八百四十倍 你沒辦法買了嘛 在疫苗 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十五號 甚至用一塊 新代表給你換 四萬塊 代表 所以台灣人 那時候真的沒錢 你怕你有一間房子 賣一間房子 四萬塊 跟名字變成剩一塊 你想你 你還是要怎麼過一支 所以台灣人 因為那些米不開了 通貨膨脹一日 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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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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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一日一日 我們的祖先帝那時候 沒有東西好吃 但台灣人 這點我告訴你 台灣人很厲害 吃苦 台灣人很厲害 台灣人風氣有沒關係 所以 就這個生命留在就好 其實台灣人這種價值 是不一定正確 所以你一個高級班 我要讓你知道 所有的事情的真相 到底是什麼 不是你現在所有的口本 裡面收下來 過去 台灣是亞洲四小龍 是酒街酒真正說 這樣打拼啦 台灣人輕輕 所致的結果 答案是NO 那個時候 是因為美國 台灣是他的劍領區 所以美國對台灣開放市場 你做的東西 他都幫你收啦 整個收 收都幫你收 所以你這裡有錢 你會變成亞洲四小龍 不是國民黨有什麼好的政策給你 因為你看那個時候 同樣那個時候 東南亞的那個人 他也很怕拼 東南亞的人 你看看現在台灣的 有怕拼嗎 你自己說 他生的比較難看 第一 要求認真 所有垃圾的肚子 要掃 要軟肚子 很垃圾的工作 他都要做 他要賺錢 你現在台灣人外賺 你現在台灣人外賺 所以如果看前主席台灣人 和這個東南亞的人來比較 台灣人 台灣人 沒有人是應當的 但是台灣民眾就要改變這個屬性 台灣民政府會有一個政策出來 我們很好玩 你可以去美国打敗 我們今天如果真的去中國打敗 我告訴我們真的愛靠沒力 謝謝 美国今天幫你占領 剩一歲了 現在美國都不可以占領 打敗他就要走 打敗他就要走 所以世界都流問題出來 伊拉克大家都流 流這些問題 現在最少的是 有一個國家叫做波多利哥 波多利哥是1898年 美西戰爭掛給美國 1899年 美國立場 西班牙掛世的地方 掛古巴、福利賓、管道 波多利哥 古巴經過三年結同立 卡司室很厲害 他利用共產黨的政策 他剛結束的時候 老百姓沒有錢 他利用共產黨說 你們都對我 你們都有飯和解 你們都有什麼法 實施社會主義 真的大家有飯和解 大家都很善 但是 卡司室現在跟 歐巴馬和解 雙方敵對五十年後 現在和解了 那說到這個波多利哥 波多利哥 美國它占領到今天多久了 一百多年 波多利哥的人 沒有想要獨立 沒有 沒有 波多利哥的政治和頭腦非常好 他想說 會我這裡的波多利哥 如果不要獨立 美國你每年要花五百萬的錢 來維持我家 三個月你幫我接而已 一年五百億 美國也 肚子會摸摸 百幾年 你想要不要 不要說五百億 你們學生一天 一個月 幫你拿五萬塊就好 拿久你也會收 你也會跟你們學生說 拜託 就出你做工作 是你自己 你沒那麼好康 五萬塊 你沒辦法 那幫你拿五十萬 你買嗎 買的怕手 沒的怕手 對啊 我也沒的 我就沒說過 你想要大大人 你不愛百萬年也百萬歲 你們也要去做工作 對吧 所以美國跟波多利哥說 欸你也拜託 你獨立啦 給你獨立啦 你要獨立 給你獨立啦 波多利的政治和頭腦非常好 他說 讓你獨立 他說啊這個要公道啊 像有的我們台獨的 現在話說台獨要獨立 說要公道啊 真的公道的時候 那個政理跟老百財看 我先跟你們說喔 你們如果回到獨立 明天你們學生要去做兵 明天要去買武器 別說一個人 買你一支機關錢 你就躲起來 老百財自己想 這樣可以獨立 這樣不可以獨立 所以 那同位獨立啊 百分之二十幾而已 啊四年一百 再說 還獨立的時候四 剛才八年 沒有人要獨立 你說這樣好 你沒有獨立 啊不然你也要加入 我美國叫做五十一九 你最沒辦法交聯邦稅啊 你只靠我一年 給你五百幾個 啊現在我一年在政家呢 啊順利還要求你 說我要人權 我要到參議院 眾議院開會 啊他現在在參議院 眾議院開會的時候 他會亂 他沒有投票權 因為他沒有交稅 啊所以美國跟他說 你如果要交稅很簡單啊 你如果開始搞聯邦稅 啊如果你投票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參加表決啊 他沒有說呢 我就跟你亂就好了 啊順利說 來來來來 五十一九投票投票 正在跟報道理說 你不可以投票啊 投票以後 你要每一年要交聯邦稅 要去 指你要服美國人的兵役 啊你看到幾個 大家也不要做兵 同樣啦 報道理跟台灣人同樣 都不要人交稅金啦 這樣會過嗎 當然也不會過 這樣還過八年 這樣還過拖十六年那些 那去年 美國說 欸你在耍我呢 你想要怎麼 獨立到五十一支分開 你不就說 我給他選 你要五十一支 還是獨立 這樣來江東才有利 那有利嗎 美國有騙嗎 有九公 好啊 政府說 好 江東 這邊喔 政府跟那些人說 你們都要回到五十一支 因為應該查出來 十九世紀的初期 二次世界大戰的依景 美國的國會通過 美國從此不再增加新的州 美國的國會通過 沒有要給世界公 他在擴張他的領土 所以大家都要回到五十一支 投票 五十一支通過 那通過他要 他就這個 皮球等了什麼 給美國啊 美國接著這個皮球 國務院的也不會死 用力去啟銷 你知道嗎 我們參議會 綜藝會 鬧躁的同學說 無必金到五十一支 全的這些事情到現在都不會改善 阿波多利個人 享受到永遠快樂美滿的生活 現在又每天在參議會 綜藝會 綜藝會 亂 我們錢太少了啦 要增加啦 美國真的 所以美國看到我們台灣 台灣政府的共生 他也很煩惱 他說 你們這些台灣人民幣 補充力更聰明 他說你們這個台灣民政務 你們這個智囊傳輸 有幾個人 我們沒有多少千塊 我們常常在開開 我們找出對策對付 你美國 誰叫你第一支 本彈兩支 原主團在台灣彈一個蔣介石 你的扶椅子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說 台灣要獨立嗎 蛤 蛤 要獨立 你去獨立 我絕對不在獨立 我要坐在這裡 躲在這裡 你美國拿錢 來給我 你要拿飯給我吃 你要給我吃 吃一四人 沒有啦 你在打破 他是滴落下去 你在打破 你聽到嗎 所以爛台灣人 要有政治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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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用那個狂的 比那個軍頭部的 我告訴你 你台灣英文就不可能 兩千萬人 你人這麼少 兩千萬人算什麼 我不是說兩千三百 兩千萬人 三百人那是中國人 你軍頭部兩千萬人 都被打死就不算 我們就沒看 你母親也沒有 你的母親就是美國人用春的 用墓的 再交給你 你花很多錢去買 所以我們母親也不行 門也不行 像一個地方可以 什麼 法律 我告訴美國 這法律是你定的 我自己就是用你的法律 我沒有自己創造 你自己創造的法律 我告訴你 你就按照這個東西 你美國說你三權分立 所以我告訴你 各位 恭喜 你以後來台灣民政府 受訓 所以我會說 你們定四人 收好香 但是現在開始 不能收香了 為什麼呢 我們要規定 政府 要規定 收香 收金 都不可以 你如果要收金 可以 這樣拿你的正台幣來收 還是拿美金來收 現在很厲害 現在美金有人 贏那個價 做金爪 那人算怎麼吃好 所以後來 你如果要收金 我都印給你 你拿很多錢 來幫我買 那你賣不 賣不 賣會去拿手 賣會去拿手 對啊 所以 但是 要抵抗 這種方式 不容易 我前兩天 我去北港媽祖廟 拜拜 我去北港媽祖廟 是有原因 鄉鄉 兩人不一樣 所在 他動心來跟我說 秘書長 媽祖在找你 蛤 媽祖在找我 真的假的 兩個都這樣跟我說 我本來 普通是你睡都很好睡 連鎖兩三天睡不去 想想 好啦好啦 全天走去北港 北港的時候 有動心跟我去 我也不怕香 我說我不用 因為我 剛才一星期才跟大家的動心說 後來民進府這間 不能收香 不能收金 這是報應 所以我去的時候 常常用手 我又跟你們說一個很重要 現在三月 北港媽祖 大家媽祖 北港媽祖都去出巡 那人都有夠多 我那天去的時候 會保去 拜託 整個店沒有人 你要相信嗎 好像不算 所以 當事長 很奇怪 是在幫你翻臉 我跟媽祖叫我來 所以我對她 天然我走一遍 用手而已 拜拜 跟媽祖說 拜託 請你保庇 所有的台灣人 可以來製造美國 向南的政權 這樣說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